体操作为我国的王牌项目一直深受大家喜爱 不仅有职业运动员从事 也有很多业狱的人们愿意尝试 体操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还可以塑造好身材 简直一举两得 但是看似简简单单的体操动作 要是真做起来可是非常的困难 长远基本都是很难做到 而中国也有不少体操大将 邓玲玲 刘舍本人就为国家赢得过不少的荣誉 他们拥有着辉煌的战绩 但是虽然人佩服的还是他们背后付出的努力 也有很多体操女神退役后拥有了自己的幸福 周杰就是其中一位 出生于湖南的周杰 曾经是艺术体操国家队的一员 众所周知女子体操运动员很多颜值 超高的人 周杰也不例外 不仅拥有甜美的长相 还有一副好身材 那如今周杰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现在的周杰成为了一名舞蹈老师 并且已经和男友结婚 他的男友就是著名的奥运武精王周凯 从小就开始练习体操的周凯 身高一米五霸 从省队到国家队一路付出了很多努力 2008年奥运会上摘下三枚金牌 也引起了国人欢呼 之后又收获了两枚金牌 打破了我国的奥运史 创造了新纪录 所以说周凯的居业生涯 可是没少得到冠军称号 金牌也是拿到手软 他的能力无庸置疑 而这两人在结婚前就已经相恋多年 周杰曾陪伴他度过人生低谷 孙凯也是非常感激周杰 两人的爱情有着不少体育界的人的见证 两人的婚礼也是大四操吧 可是说是非常盛大了 两人也邀请了很多圈中好友 就连李宁都去了 由此可见这对金童玉女生受大家的祝福 虽说曾凯退以后比较低调 但是从周杰晒出的照片中 可是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也是让网友吃了不少的狗粮 非常喜欢晒照片的周杰能看出来很暧昧 也很爱舞蹈 他晒出的高难度舞蹈照片 也让大家纷纷表示太难了 模仿不来 两人去海边野湾也拍了很多照片 两人都和赵云海水杯背景 双手张开并搭在一起 画面也是十分为美 周杰的海边个人照中 在一次向大家显示了舞蹈动作 黑色的裙子凸显了他玲珑有质的好身材 一双大长腿纤细 的手臂美的不可方物 冠军姚锦拿也及时在评论里送上了节日祝福 也祝福两人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早点生个宝宝 为替操街输送人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